哈喽大家好我是刚刚 电脑使用时间长了之后难免产生一些垃圾 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有随手把垃圾文件丢进回收站这样的习惯 可是垃圾文件丢进回收站就算删除完成了吗 那回收站里面的还原功能怎么说 其实无论你在删除文件还是把文件直接丢到回收站里 都是由系统盘在暂时方的保存 如果你想彻底删除的需要你手动把它清空 这么一想是不是觉得还挺麻烦 而且回收站还要占用系统的空间 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摸鱼的人呢 今天我就教你一个自动删除回收站的小技巧 先占好看养成习惯 操作步骤很简单 我们鼠标右键回收站点击属性 在这里可以看到选定的硬盘回收位置中有两个设置选项 一个是设置自立大小 这里系统默认设置的是当前硬盘位的一半大小 一旦回收站里面的垃圾文件超过这个容量会自动清理 不过现在的系统盘最低都是128G 如果不手动清理的话 导致垃圾积累至少要几十个G才会去出发 坏处就是占据了系统盘的剩余空间 好处就是超大的荣余 万一删除了文件或者数据 还能在回收站里面进行还原找回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这个容量大小进行一个设置 最小可以设置为一兆 我们就以一兆举例 我们在方框中输入1 然后点击应用就设置成功了 后面当你删除的垃圾文件大于一兆 或者回收站累计打掉一兆就能触发自动删除 另一个选项就是直接删除了没有还原的余力 选择这个选项的话 点击右下方的应用就能应用设置 虽然这个更方便而且更快速 但是设置完成之后就没有错误的删除找回文件的余力 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这两个选项都是根据自己的硬盘不同分区来设置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分区来设置不同的组合 以我的硬盘为例 我一般把C盘设置为第二个选项 立即删除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它占用C盘本不大的空间 而对于游戏或者是专门存放资料的D盘E盘 我选择是第一个自定义大小的选项 以免物删重要的文件史无法找回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设置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电脑回收站的一个小技巧分析 我是C盘纳 我们下期再见